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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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各位潘王宏又回來了 現在跟大家了解什麼呢 這部車我們今天經過一整天的私作 完成了安卓環境一體機 還有門板的這個 隔音之證的這個私作 按照網例 我們一樣先帶大家來看一下 鏡頭都是擺在車上分別什麼部位 來我們鏡頭往前帶 我們前鏡頭就在水箱罩的這個部分 我們鏡頭可以往前帶 就在我們水箱罩的這個柵欄 車子置中的部分 因為它可以取得最佳的一個這個校正點 那我們可以從上面往下看 你會發現從上往下看 其實鏡頭相當的平整 不會有特別任何突兀的地方 那再來我們各位帶到 駕駛座這邊來看 來 這個是我們環景鏡頭 在左邊駕駛廁所呈現的方式 OK再來 隨著鏡頭我們到後面這邊來 來我們來這邊看一下 這個是車主原本自己本身的倒車鏡頭 那這是我們的環景鏡頭 一樣剛好在至中最正中央的部分 可以取得最佳的校正 我們來看一下副駕駛座的這個位置 OK 看一下這個是副駕駛座 鏡頭所呈現的這個狀態 接下來我們準備帶大家上車 來操作一下它的安卓環景一體機 跟著我一起上車 走吧 來各位今天幫大家介紹的是 我們Toyota Hi-S安裝安卓環景一體機 無線科技的A36 我們帶大家操作一下這個安卓環景一體機 那各位看得到其實我們原車 它就是一個可以聽收音機 可以放CD非常簡單的一台主機 那我們現在更換了這台安卓環景一體機 安卓豆點環景一體機 那一樣我們先帶大家看 它在桌面的這個快捷列這邊 左邊這裡顯示的是時間 以方便你在第一時間可以知道你現在的時間 再來各位你看到右邊 右邊的話就是你現在在播放的科曲快捷列 這個是我們平常最常用的 再來各位看一下左下角是小快捷列 第一個它是導航網 你只要把它點下去的時候導航就會啟動 OK 好那我們把它回到首頁 再來如果你要進到它的APP裡面的話 你可以點選這個應用進來之後 我沒有特別的快或特別的慢 你只要像這樣子滑 其實它非常的順暢 那當然裡面Netflix YouTube Google KKBOX等等所有的APP都在上面 OK好 再來我們這一部車超過5米長 然後這麼的高很多視角看不見怎麼辦 所以為什麼要裝這個環境 如果你在行駛之間 當你方向燈打左轉的時候 同步會跳出左邊的畫面 好 那各位再來我打右邊的時候 它就會跳出右邊的畫面 那你可以看得到 我們現在打右邊方向燈 其實我們車內在畫面裡面 這裡是同步在打 右邊的方向燈 這個角度可以讓你很清楚的知道 我們現在是在右轉的模式 那它的畫面會有切三分之一 一樣讓我們保持 你不是只有看右邊 而是你全車前後左右 通通都會看得到OK 那你在切換的時候 尤其是這個畫面非常的重要 左右的畫面很重要 為什麼呢 當你在這邊你要知道 你現在到底有沒有壓線 或者是你要左轉 或者是右轉的時候 萬一這裡有盆栽 或者這裡人行道比較高的時候 你的車身才不會刮傷 裝環景就是這個地方好用 接下來我們在倒車的時候 來 你當你倒車的時候 你會看得到 這裡就是我們完整的倒車畫面 然後呢 同時你也可以看得到 我們左邊這邊一樣維持 三分之一的視野 是在看我們全車 這樣子才能夠非常完整的 涵蓋你車身所有旁邊的範圍 OK 那當我們把它打回 原本檔位之後 它就會跳回到這個畫面 那你一定會想說 那我現在如果車子停路邊 或在停車格內 可是我想要知道 我的旁邊有沒有人的時候怎麼辦 來很簡單 各位可以看一下 中間有無線科技的無線兩個字 你只要把它點下去 我們就會即時的開啟 前後左右四個鏡頭的這個畫面 來你說 是不是非常的方便呢 好 我們有相當多的各種 各式各樣的車型 那對應的機型機種都不一樣 從音響影音主機 一直到環景 乃至於音響隔音 那各位 如果你有任何興趣想要了解的 都歡迎跟我們聯絡 那今天盼管紅 就幫大家介紹到這邊 那各位看完之後 不要忘記 記得幫我們按讚 分享 開啟小鈴鐺 掰掰 掰掰 小鈴鐺 掰掰 小鈴鐺